我活七十年了 我是老北京 我们家这么四五代了 没有我一寸房子 还告诉你说 我考了二十年的驾照 没有汽车 北京是再修一万条路 也没不管用 北京是得多少辆电动车 这是成千上万的 啥啥一消费 你那纸子你看 记住 百分之一万有新政策 会有什么新政策呢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走胡同 偶遇了一年前 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北京大爷 他和我们讲述了 老年代步车 住房 看病等百姓身边事 您听听是否有道理呢 不是送那闺女上班了吗 哦 那是那大闺女吗 哦 还是那老伴吗 是 没换 没换 换这么四个了 是 这回没换 没 再不能换了 六十七十多了 再换一个老伴 不能再换了是吧 不能换了 再换那个受不了了 对 真正老伴 是 是 是老伴 没错没错 是的老伴 对对对 现在咱们出去良心 啊 这个国家 胡同的这 尤其这些专家 竟他妈不做好事 你说这这前些日子 我们胡同 这 唯一的鱼鱼了 现在 胡同就这么鱼鱼了 叶总说 得让人过去 那这也贵的嘛 这不是一辆电子车 就这一辆啊 哪哪能弄来呢 您这现在是电动车 我这是 收油的 您这是 还没 我这车处于 还购不去 别管 就是你的一辆 不是就说那意思啊 你看弄这电动车 不弄别的 全是老百姓 对 老百姓 老攒钱 不花钱 这回来这也花一笔 国家只不能要什么政策 这哪个厂家一商量 要你的 要他的 要是一笔收入 真是 这还不说 咱们再说说这个 你管管这个电动车了 管老百姓了 那汽车你都不管 对呀 北京市再收一万 走路 也没错 也没不管用 为什么呀 这车太多了 对 我这给国家建议什么呀 嗯 你呀 上 上那个哪儿了 二环一礼 一百五十万的汽车可以进来 可以 哈哈哈哈 你要上三环一百万的汽车 可以 你要上四环五环 五环 七八十万的车 可以 看这车那么少不少 哈哈哈哈 你多管老百姓了 你都不管我车 管这车了 嗯 我还告诉你说 我考了二十年的驾照 没有汽车 嗯 摇不下来 二十年都不摇下来 摇不下号 跟我讲 好像有一个专业的人跟我说了 您那个号 您那个指标 早让别人给弄走了 就那部人弄走了 以你的名义 给别人卖别人了 我说现在的一个车牌号 多少钱 快点五十万 是吗 你要超五十万 咋样给你弄牌吧 你说这国家管吗 真是 你们老管老百姓了 我说这国家政策 就给老百姓定的 穷啊 买不起 有钱人还在乎这个 五十万 五百万我都买 那钱花不完 花不出去 对 你看那贪污腐败的 越怎么抓越多 我就爱说了 当过上 百分之八十 他都有嫌疑去贪污 嘿 有嫌疑 我怎么住不上房子 我活七十年了 我是老北京 我们家怎么四五代了 没有我一寸房子 那还住您姐姐那房子吗 那还不说 我听说 就有三个国家 是什么 区域的人外国 学教育免费 住房免费 医疗免费 对 咱们中国看 都没有事情 老把这钱那么无缘无缘 支援别人了 对 这国际 国际的事情 你把这个中国的教育 医疗 是不是 这住房给解决了 你看老百姓还有什么仇 真是 你说是不是 解决这事想 那上面的人 知道不知道 知道 真的 真撞啥充了 他不给你解决这个 医疗老说改革改革 我一年 这两万块钱还不够 三万多 我一看不到 你医疗费不要钱 给你增加百分之二十了 这个明明我四百块钱就够了 这一个月 现在最少在八百到一千 是不是自费多了 对 你说这国家多高 竟他妈找这些专家 他们不发愁 他们有的是钱 咱们老百姓就没有 就靠这点退休 对 有好多事情 在这个国家的政策 上边施定的 都下不是他妈改了 你说这 好多事情就没法弄 你说是不是 对 你说这 现在这个老百姓最怕 最怕就怕得病 你说是不是 对 就怕得病 没有一个 纯粹老百姓自己买房的 没有 买不起 所以的话 都是 都是这 斜面弯道 歪道才能买的 买得起房了 你也来点斜面弯道 这来不了 说起零一晚了 有这事 咱们说一个最难听的 你老百姓来斜面的抓你 判你 这是一个 你看现在这些当官的 那老子贪污了几千个亿 几百个亿这个 没事 像我 比如说我 我要犯错了 我的子女 平打算考公元 真是 那些当官的什么子女 照样 人家子女不狂爱 有钱的都出国了 我还听说这个北大 什么呢 这清华 百分之八十都上美国了 还铁着脸 看看 我们那个什么芯片 一查不了解 最高端的那个专家 都是中国人 人为什么跑 人为什么不回来 你中国的 你这清华也好 北大也好 这高台上 你干嘛放出去 是不是 你放出去 没关系 你放出去 你行 你先给我交五个亿 还要你那什么 东西啊 押金 你回来了 这五亿还是你的 不回来 没抽了 但是人也不害怕 人家真的高台上 在外国 五个亿算什么呀 对 人挣这有的是钱 就是欺负了百姓 对 不是这事 就那事 你看着 这电动车完了 该我们这车了 该整那车了 我们这车也不 也不符合 为什么 我是残疾人 我有残疾车 但是 不让抠这房子的 那多冷 人家 共产党管理站 冷了 怎么是制裁你 老百姓 不让扣棚子冷 你让你那单机 没有棚子 没有什么呢 就那种五零的车 让你开那个 那怎么开 你怎么把汽车 船子搁了 你把汽车捧车搁了 你知你这个交通多好 还停都不让你 去不了 老百姓听话 让停 交 交 花他妈一两万买的车 几百块钱 现在是糊涂全交了吧 全交了 就你干这个 这个 这生在一样了 买这城坡 就他了 他为什么不交 他是参集人啊 神经病 别人不安守 到一月一号了吗 到一月一号我再交 他这神经病 那还有一个神经病 还有一个 板树不安守 你看看门 就在楼群里边 你看盖的那些 本身自己家的自县 200多平米 就板树给盖了 那你怎么着 你看鬼子那些 乱七八糟了 脏乱他就那了 他站多大地方 没人管 这一位神经病 对 那你也能有神经病 你没那么容易 哈哈哈哈 那次我跟他打力 接下来 别理他别理他 他说神经病 他有证 有证 你说你怎么着 我不怕他 我给他干过一下 说你跟别人随便 这么什么的 你说我不怕你 爱他神经病 我亲自说我怕你 对 是不是啊 我说好多这个 不合理的事情 国家管不了 能管不了吗 管不了 不管 他就弄老百姓 你看这不是一笔收入 北京是得多少辆电动车 这是成千上万的 啥啥一销毁 那指不 你看哪 记住 百分之一万 有金正车 这个合格 那个合格 这个合格 下一步是吧 这厂家一合格 合格 给上牌子 又开始正义 买 对 那怎么着 专家什么孙子就在这了 你什么管着 老百姓现在好 你看 送着孩子上学 除了汽车 电动车没别的了 开明也是 这多么多方便 想怎么听怎么听 是 也不要车更多贵 汽车 你要传这汽车送接孩子 就这场活着 全面 也不是有一个 那乱了 看了这期视频 你有何感触呢 您觉得 这位北京大爷 说的在里儿吗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 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